贾千金绑定了万人迷系统 我越被人嫌弃厌恶 他就越讨人喜欢 最后靠积分掠夺我的全部 我失去的越来越多 性格也变得乖张扭曲 最后被骗到国外 惨死在阴沟里 重来一回 我直接揭穿了贾千金的伪装 让他变得一无所有 一 我的亲生父母和贾千金去晚晚坐在沙发上 神情严肃 而我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 站在他们面前 俨然一副三堂会审的样子 小雅 你爸平时给你的零花钱难道还少吗 自从你回来后 你所有的花销都是跟晚晚一样的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可以说啊 为什么要去偷妹妹的钱 我妈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看着我 我心里冷冷的笑了一声 说得真好 所有的花销跟屈晚晚一样 好像这就是对我好 就是施舍给我的一样 他们大概都忘了 我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平时学什么都学不会 这偷鸡摸狗的事情倒是无师自通 乡下都养了些什么恶习 这是传出去 你不要脸我们还要呢 我爸义愤填膺 恨不得上来删我两巴掌 是啊 他一向自诩清高 这种偷东西的事 他的态度绝对是零容忍 屈晚晚就是认准了这一点 才偷偷把钱放在我书包里 谎称他看到我进了他的房间 结果人赃据获 我爸妈根本就不给我任何解释的机会 一口咬定就是我拿的 因为在他们心里 我就是不可信 他们只信屈晚晚 屈晚晚说是我拿的 那就一定是我拿的 上一世 我什么也看不清 一心只想让父母接受我 让他们高兴 我一再解释我没有 我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他们谁也不相信我 我气急 推了屈晚晚一把 质问他为什么诬陷我 没想到这一推 彻底激怒了我父母 我爸上来就打了我一巴掌 让我进屋反省 晚饭都没叫我吃 这一事 我才没有那么傻 二 见我低着头 沉默不渝 屈晚晚伸手拽了拽我爸 爸 别生气了 我想姐姐这么做 肯定是有原因的 不如以后我把我零花钱的一半给姐姐 晚晚 你怎么这么善良 我爸摸着屈晚晚的头 分外动容 善良 前世 我可没少被他的善良坑 被所有人厌恶 最后横死街头 后来我才知道 他绑了一个万人迷系统 我越被人讨厌 他就越被人喜欢 甚至他越长越漂亮 越来越聪明 运气越来越好 也是因为这个系统 他用我给他赚的积分 掠夺了我的相貌 我的时运 我的一切 这一事 不会再这么傻了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品行问题 他是姐姐 理应对你谦让 怎么还把主意打到你头上来了 屈晚晚似是低头思考片刻 起身上前 慢慢牵起我的手 姐姐 不如你跟爸妈认个错 这件事就算了 姐姐如果真的有需要 只管跟我要就好 我有的话肯定给姐姐 不要再惹爸爸妈妈不开心了 听听 你这个做姐姐的 不觉得惭愧吗 我爸气得直瞪我 大热天 干嘛动这么大火气 我微微一笑 慢慢把手 从屈晚晚手里抽出来 晚晚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酝酿了半天的情绪 眼眶微红 昨天我们不是说好的 我借你的钱 下个月爸妈给了零花钱 我说着话 从口袋里掏出一张 折的公公整整的纸条 慢慢打开 屈临雅借屈晚晚三千块钱 下月归还 下面是我的署名 日期就是今天 我写好都还没有来得及给你 就被叫到了客厅 说完 我直接把纸条扔给了屈晚晚 给你 三 客厅瞬间鸦雀无声 我爸阴沉着脸问屈晚晚 晚晚 到底怎么回事 我 我 我不是 姐姐没有问我借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屈晚晚 静一时有些招架不住 她的脸色瞬间难看到了几点 可又不好意思发作 毁了她的人设 只是转头 看向我的眼神中多少带着些怒气 我知道我突然被人送到这里 跟你们相认 你们不喜欢我 觉得我是个外人 可我真的没有偷 我说话带着哭腔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 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我爸的语气终于缓和了不少 但依旧带着几分疑惑 我英语不好 就想自己利用课语时间 报个学习班 多学习学习 我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 像犯了什么错误一样 没有提前跟爸妈说说 原本是想把学习成绩提高了 给爸妈一个惊喜 好孩子 有心了 我妈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转头看着屈婉婉 婉婉 婉婉 虽然你成绩很好 可你也得向你姐姐学习 妈 姐姐她根本就没报什么学习班 她 行了婉婉 我爸柔柔眉心 打断了屈婉婉的话 你姐姐问你借钱 这是你也能忘 行了行了 都是一家人 也别借呀还呀的 这是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我心里觉得好笑 我偷屈婉婉的钱 就是食恶不赦 她冤枉我偷钱 就这么过去了 林了还帮屈婉婉找了借口 说她忘了 这心 怕是都偏到月球上去了 上一世 我或许会计较 会不甘心 这一世 无所谓 你们心里认不认我这个女儿 真的无所谓了 只是屈婉婉 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她当然心里会不舒坦 因为她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没有赚到想要的积分 爸妈没有更讨厌我 自然也不会更喜欢她 你为什么撒谎 看我爸妈都走了 她也不装了 凶神恶煞地瞪着我 你什么时候管我借钱了 那我又什么时候偷你钱了 我冷冷地打量着她 不过谢谢你送钱给我 把钱还我 还 我吃笑一声 你没听到刚刚爸说 不用还了吗 这钱要是你再拿走 可就是你偷了 去晚晚恨得咬牙切齿 可我的心情却好无比 四 我是被养父在路边捡回家的 后来他得了重病 需要一大笔钱 我只得辍学打工 挣钱来为他看病 打工时 有一个陌生人告诉我 我的亲生父母非常有钱 我是个流落在外的千金 钱是 我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是怎么知道的 但是亲子鉴定的结果 证实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我的亲生父亲 给了我养父一大笔钱 为他治病 只可惜 养父还是撒手人还了 而我就留在了 这个陌生的家庭里 现在在回忆这些事情 那个告诉我绅士的人 一定跟去晚晚脱不了关系 因为从我进这个家时 他就已经绑定了这个系统 甚至更早 他想从我在这里赚积分 必定要先把我弄到身边 这一事 我不会再重蹈覆辙 我一定要毁了他的系统 毁了他 第二天吃饭 去晚晚笑应地紧挨着我坐下 姐姐 你看我今天的裙子好看吗 他穿了一件浅绿色的短裙 据说是去年妈妈出差时 特意给他买的 他特别喜欢 好看 我轻笑 看父母都不在 低头小声说 只是穿在你身上 可惜了 是吗 去晚晚微微一笑 猛然拿起我的牛奶杯 将牛奶全部倒在了他的裙子上 不等我有任何反应 去晚晚就哇了一声大哭了起来 怎么了 怎么了 她的哭声 成功地把父母引了过来 姐姐 你要是喜欢这条裙子 我可以给你穿啊 干嘛非要毁了他 为什么呀 这个衣服价钱高 也金贵 牛奶泼到上面 根本就洗不干净 相当于整个裙子都废了 上一世 她也这么哭哭闹闹 父母一边安慰去晚晚 一边呵斥我 说我真是从小缺乏教养 根本就不配性趋 我委屈极了 哭着说不是我 是去晚晚自己弄的 没人会信 甚至他们听没听我说话都不确定 因为在他们眼里 我哭只是为了争宠 欲盖弥彰 我想讨好他们 想让他们对我好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从来不会跟他们对着干 可这一事 面对他们的指责 我只是勾了勾嘴角 我从小缺教养是谁的错 我看着父母 丝毫没有退让 在我需要人照顾 需要父爱母爱的时候 你们又在哪里 我生病的时候 别人都有爸爸妈妈 我却只有养父在身边 你们现在说我没教养 早干嘛去了 这怎么能怪我们父亲语气软了下来 我们也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 不管想不想 它就是发生了 我不怨你们 既然你们觉得我不配兴趣 那就不信 你怎么能这么跟父母说话 屈婉婉声音中带着委屈 爸妈也不容易 他们也想弥补你的 姐姐 你不要怪爸妈 他们真的很好 你听听 要是你能有婉婉一半懂事 我们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爸妈 屈婉婉还嫌不够 你们别责怪姐姐了 姐姐大概只是心里不痛快 毕竟 是我夺走了她的一切 这些 原本应该都是她的 婉婉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也是我们的女儿 我妈轻易地搂住她 轻身安慰 戏演完了吗 我冷眼看了半天 真的是累了 演完了的话 我就来收个场吧 五 我在爸妈和屈婉婉 诧异的目光中 掏出手机 播放了一段 刚刚录下的视频 不早不晚 正好是屈婉婉拿着牛奶 自己倒在裙子上的那一段 大概是她演得太过投入 竟然连我什么时候 拿出手机拍的都不知道 你 你怎么能 屈婉婉整个人都惊呆了 眼睛恨不得从眼眶里瞪出来 她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我会来这一招 瞬间脸色铁青中 戴着惨白 婉婉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爸爸桌子拍得啪啪直响 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谎了 我 屈婉婉一着急 这次是真的哭了 眼泪啪哒啪哒往下掉 爸 妈 对不起 我不该说谎 但是我没有恶意 我只是不想 把这件裙子给姐姐 屈婉婉一边扮演着 娇滴滴的小可爱 一边脸不变色 心不跳的撒着谎 姐姐不止一次 跟我说想要这条裙子 我不好意思不给 可是这是妈妈特意买给我的 我又不想送给别人 万一 万一哪天你们不要我了 我也有个念想 于是我就想 如果裙子脏了 不能穿了 就不会有人跟我抢了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我妈最是心软 毕竟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 真是见不得受半点委屈 尤其还这么懂事 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孩子 怎么会不要你呢 可是 可是姐姐才是你们的孩子 我 去完晚一副委屈的样子低着头 我 没有资格留在这个家 话音未落 眼泪又啪哒啪哒往下掉 这招转移注意力的办法 还真是好事 爸妈似乎都忘了裙子的事情 极力安慰着屈晚晚 什么你才是爸妈一手带大的孩子 血缘关系并不代表什么 什么就算不是亲生的 也没有人能取代他的位置 我就很想问问 说这话的时候 他们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我看着他们一家三口 彼此珍惜的样子 越发觉得自己上辈子太亏了 何必要去讨好一群 根本心里就没有自己的人呢 到头来不但被讨厌 连命都没了 姐姐 你不会怪我吧 此刻 屈晚晚猛然抓住我的手 眼泪汪汪 我记得上一世 父母认定裙子是我弄脏的 他也是这般讨好似的牵着我的手 说没关系 脏就脏了 一条裙子而已 他愿意以后有什么东西 都和我分享 我当时啪的一声 就把他的手打开了 骂他虚伪作作 明明自己弄的 还要冤枉我 结果可想而知 他不仅得到父母的喜爱 还因为父母极度厌恶我 而从我这里赚了不少积分 从而夺走了我的智商 我虽然算不上天才 但是我自认为 我的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 很多背诵的东西 看两遍就基本上会记下来 数理化这些 更是领悟能力极强 上一世的我 虽然之前高中的课程 都没有学过 但是刚开始经过努力 是能跟得上的 可后来学着学着 我突然就觉得 老师讲的我完全听不懂了 书也看不明白了 什么都不会 成绩一落千丈 去玩玩反倒成绩直线上升 全年级数一数二 他像女神一样光芒万丈 而我 则被他结结实实地 踩在了污泥之下 上一世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 到后来 我甚至连思考 正常事情的能力都没有了 这一世 积分可就没那么好转了 六 我回过神 笑盈盈地回握住他的手 晚晚 你就是心思太重了 想得太多了 我此刻 还真的挺像一个大姐姐 在关心妹妹 我就是觉得 你这个裙子很好看 夸夸而已 哪里想要了 你看 我比你的个子高这么多 我又穿不了 要他干什么 说完他那一口气 你呀 天天一声一鬼想什么呢 一会说我要抢你裙子 一会说爸妈不要你了 这都哪是哪呀 难怪不长个儿 竟长心眼了 是啊 你姐姐说得太对了 父母难得对我的话 十分认可 因为牵扯到了他们 他们没有不要去晚晚 自然也会相信 我没有要那条裙子 去晚晚这次 真的是自己搬石头 砸自己的脚 一肚子话 愣是说不出口 就是 平时看着乖乖巧巧的 怎么心思这么重 我爸摇了摇头 多往学习上用用 没准还能提高好几名呢 早上时间紧 怕上学迟到 所以匆匆吃完早饭 对于这件事 也没再说什么 但从父母的话中 能感觉出来 他们多少 对去晚晚有些失望 他这个系统 我被讨厌了 他长积分 他被讨厌了 就会扣积分 呵 他这个万人迷 这辈子怕是要变成万人闲了 大概是被扣了积分 上学路上 他的那张脸阴沉得可怕 而且近乎扭曲 双眼直勾勾地瞪着我 我只当没看到 但是我心里清楚 以他的性格 这损失的积分 他势必要想办法转回来才是 果然放学时 一个小混混在校门口 拦住了我的去路 他染着一头的黄毛 穿着一身嘻哈风 晃荡着走到我面前 妞 怎么这么久都没来找我 一句话出口 瞬间就围来一堆学生看热闹 听说他是乡下长大的 很早就辍学去打工了 是啊 听说还到过那种地方 去陪过酒呢 哎呀 会不会不光陪酒 还上床呢 这谁说的好 这年月 表面上看着越单纯的人 骨子里越风骚 听着这些议论 黄毛更得意了 让开 我不认识你 我微微皱眉 不管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 这个人都让我感到反胃 你怎么这么无情了 在床上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知不知道我找你找了多久 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 现在有钱了 就不认我了 周围又一阵议论声 还真是没看出来 果然人不可貌相 哎呀 这还不知道 跟多少人有个关系呢 去晚晚就站在人群里 我余光扫过他 看到他得意地挑着眉 似乎在跟我挑衅 信心满满地 想要从我这里拿走积分 收回目光 我冷冷地看着面前的黄毛 不是我说 我要真跟你好的话 我是得多没有眼光 你看看你 要钱没钱 要相貌没相貌 我能看上你什么 现在造谣得多了去了 你是不是想讹钱 我造谣 须林雅 你别不认账 我有证据 他说完掏出几张照片 照片里的内容十分露骨 尽管里面那个女孩 只露了个脖子 但是一眼就能看出 她没穿衣服 女孩跪在床上 手搭在黄毛肩膀上 笑得异常灿烂 而这个女孩的脸 跟我是一般无二 上一世 我看到这些照片时 整个人都傻了 这根本不是我 我怎么会有这些照片 可照片上的人明明就是我 周围的议论声 像毒蛇猛兽一样 把我吞没 委屈 害怕 我惊慌失措地想 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俗话说得好 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 根本就没有人愿意相信我 一个人都没有 他们只是相信那些 他们感兴趣的 甚至有男生笑着 推了我一下 下次找我呀 我肯定比他强 嘲讽的笑声 让我紧绷的神经 一下子就断了 我发疯似的 甩起书包 朝人群杂取 你们凭什么说我 凭什么 我被校长留在学校写检查 还因为事情恶劣 把我爸妈也叫过来 我死不认错 说我什么都没有干 是黄毛冤枉我 同学们冤枉我 我只是气不过 才用书包砸的 为什么他们冤枉 你不冤枉别人呢 你要多想想你自身的问题 校长无奈地摇摇头 学习成绩跟不上 还弄出这样的事情 你怎么参加高考 哪个学校要你 我无措地看向父母 原本想寻求 一丝勇气和安慰 对上的 却是失望和厌恶的目光 他们大概 根本不希望有我这个女儿吧 这件事后 我变得更沉默了 还经常有男同学 对我动手动脚 稍不顺意 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可没有人觉得 我是受害者 仿佛这就是 应该对待我的态度 这一事 结局总要换换吧 气 这就是你所谓的证据 我看着黄毛手里的 那几张照片 冷笑了两声 大概是我并没有显露出 黄毛想要的惊慌的表情 他微微一正 随即自己的立场 也有些不坚定了 对 对呀 我能看得出 他在努力 让自己保持冷静 你这换脸技术 用得还挺不错 我走近他 趁他没留意 一把把照片夺了过来 严丝合缝 真是个高手 可惜啊 用错了地方 我说完 也掏出了两张照片 你的原照片 应该是这两张吧 照片跟黄毛手中的 一模一样 只是女主角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咦 这照片上的人 不是去婉婉吗 人群中有人眼尖 一眼就认了出来 还真是啊 这可有意思了 你的照片才是屁的呢 去婉婉一下子 按捺不住了 从人群中走出来 可即便是 现在这样的情形 他也不忘维持 他小白花的人设 姐姐 谁都有做错事的时候 你改了就好了 干嘛要冤枉我 泪眼汪汪 痛心疾首 我知道 在家爸妈总是生你的气 可是这也不是我的错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人群又一阵骚动 这不是从小养大的孩子 就是不行 说几句就记恨上了 是啊 这是为了争宠 故意毁坏妹妹的名声 真够坏的 去婉婉低着头 肩膀微微颤抖着 大家都以为她是在伤心 其实我看得出来 她是在轻笑 很得意是不是 那就再得意一会儿吧 婉婉 我其实是想说 也许这两个版本 都是屁的呢 我摇了摇手里的照片 两个版本 会不会有人故意挑拨离间 你别怕 皆有办法证明清白 人群里不说话了 黄毛不说话了 就连去婉婉 也瞪着眼睛 想看看我怎么证明清白 简单啊 你们看看这两组照片 女主角虽然脸不一样 但是有一个地方是一样的 就是锁骨上面的 那颗若隐若现的纸 不仔细看 还真发现不了 但是就是这个 屁图的人没有注意 所以 这颗纸肯定是原主才会有的 我说着话 就把我的衣服领子 往下拽了拽 露出锁骨边缘 看干干净净 什么都没有 怎么可能是我 我说完 拉好衣服 一脸期待地看着屈婉婉 婉婉 看多简单 给他们看看 证明你是无辜的 把 我 我 屈婉婉一正 下意识捂住自己的领子 后退两步 生怕我碰到她 原本得意的脸上 闪过几次慌乱 无领子干什么 人群里有人开始起哄 是怕我们看到 该不会真的是你吧 胡说 不是我 屈婉婉想也没想 就反驳了回去 不是就让我们看看 你现在这样 不就是做贼心虚吗 屈婉婉 咬了咬嘴唇 慢吞吞地拉了拉衣服 露出一点点锁骨 不是左边 是右边 你当我们瞎呀 平时没觉得 现在发现群众的目光 还真是雪亮啊 婉婉 已经很晚了 你快给他们看看 咱们就赶紧回家吧 别让爸妈等着急了 回头他们不会说你 肯定会说我把你带坏了 晚上又会不给我饭吃了 果然人群里有人听不下去了 怎么有这么偏心的父母啊 是啊 再怎么样也是自己亲生女儿 怎么连个外人还不如 屈琳雅也真是可怜 从小没父母在身边 现在好不容易认回来 还被这么对待 你们瞎说什么 别听她的 才不是这样呢 屈婉婉 急不可耐地反驳 你们懂个屁 人设要崩了 毕竟他们如果不讨厌我的话 她就没有积分可以赚 如果再反过来讨厌她 还要扣积分 她怎么可能会允许 我手搭在她肩膀 趁她注意力转移 捂着领子的手松了时 我手往下一滑 有意无意地 把她的领子往下带了带 右边锁骨上的那颗痣 清晰可见 你们看她锁骨上 真的是她 有人发现新大陆似的 一嗓子就吼了出来 这一嗓子不打紧 所有人的目光 都齐刷刷地看向屈婉婉 看什么看 再看把你们眼珠子挖出来 屈婉婉在没心思维持人设 她赶紧就紧衣服领子 低着头就要往外钻 事情都还没有解决 我怎么能给她逃跑的机会 我故作紧张地抓住她的胳膊 婉婉 真的是你吗 你快解释解释啊 别让大家误会 传出去多不好 你少讲好心了 快放手 屈婉婉使就甩我 想离开这里 婉婉 你别怕 那个黄毛肯定有问题 我告诉了爸妈 也报了警 你别怕 你说什么 屈婉婉瞬间没了动作 瞪大眼睛 恨不得将我生吞活泼了 不顾形象呕吼 你个贱人 放开我 黄毛一看这架势 更是要跑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警察到了 我父母也到了 热热闹闹一出好戏 就在一声声呵斥中 落下帷幕 就 黄毛一见警察就怂 把什么都交代了 他说他跟屈婉婉在一起 都快一个月了 这次照片的事情 完全是屈婉婉 只是他做的 他连认识我都不认识 我跟你无冤无仇 真不是我害你 黄毛哭丧着脸 就差下跪求饶了 他指着屈婉婉 是他 是他做的 你就求求情 放我走吧 爸妈 姐姐 他胡说八道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屈婉婉打死不承认 哭得梨花带泪 说这个照片的事 他也是受害者 让警方严惩黄毛 你个臭女人 当初说好了 有事你担着我才长人屁的 现在你要过河拆桥 黄毛急了 你屁股上还有个胎记呢 大腿还有个小伤疤 有本事你让大家看看 我有没有再说谎 你 这种隐私被大庭广众扒出来 我爸瞬间觉得丢尽了人 气不打一出来 抬手一巴掌 就扇在了屈婉婉脸上 我养了十几年 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东西 爸 不是的 一定是一定是屈琳雅 串通黄毛害我 爸你要相信我 婉婉 你就认个错 别再惹爸妈不开心了 我突然觉得 他以前的这一套 出奇的好用 不就是早恋 撒谎 心术不正 其实也不是什么 十恶不赦的事情 我们都是一家人 肯定会原谅你的 这三个词 对于一个花季少女来讲 无疑是判了死刑 屈婉婉一把掐住我的脖子 呃狠狠道 都是你 都是你 父母吓了一跳 赶紧拉开 查看我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 我咬着嘴唇摇摇头 看着父母 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 我是不是真的不该回来 如果我不回来 晚晚也不会变成这样 你们一家人 其乐融融 爸妈也不会像现在 这样纠结 都是我不好 可是看到别人 都有父母疼爱 我也只是想 有个完整的家 我不知道会变成这样 我自己都快 被自己感动了 哭得稀里哗啦 傻孩子 是爸妈对不起你 这么多年 让你吃了这么多苦 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 晚晚的事情 我们会处理 这不是你的错 看着屈婉婉在痛苦中 带着扭曲的面孔 我心里清楚 系统开始反噬了 在规定的时间内 他不但没有赚到积分 反而遭到别人的厌恶 这种厌恶 会不断地扣着积分 一旦积分变成复数 宿主就会遭到系统反噬 变得越来越遭人讨厌 而后积分越富越多 如此恶性循环一段时间后 系统会消失 宿主也会心里扭曲 走上不归路 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10 屈婉婉因为成年 只是教育了一番 可黄毛已然20岁 屈婉婉又死活不肯承认 她是自愿跟黄毛发生关系的 而且她还蓄意造谣 诋毁他人名声 这劳饭怎么她都逃不过去 从这次事情后 屈婉婉在家沉默了很多 父母对她的笑脸也越来越少 每天早上我跟她一起上学 就会有同学捅捅我 这种人怎么还住你们家呀 要是我 直接怂恿父母把她给撵出去 留着就是个祸害 屈婉婉原本心情就很不好 听到这种话 就仿佛找到了一个发泄口一样 直接把书包一扔 指着对方道 你算那根葱 我们家的事轮得到你管吗 全校都知道了 还你们家的事 那个同学也不是弱 撇撇嘴 真是个不要脸的骚伙 你骂谁 你再骂一个试试 两个人吵着吵着就动起了手 还没等我上前去拦 不知道从哪冒出两个男生 直接就把屈婉婉推倒在地上 丑人多作怪 还跑学校打人 我就纳了闷了 花钱找你的人 怎么下得去嘴的 也许是他倒贴呢 嘲笑声此起彼伏 他在学校成了众矢之地 谁为事都过来找他的麻烦 看他不顺眼就打一巴掌 往他座位上扔死老鼠死蟑螂 甚至还有女生怀疑 男朋友出轨跟他有关系 堵在厕所打他 屈婉婉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 气不过就找老师解决 老师把闹事的同学 和他一起叫到办公室 双方各执一词 而且也没发生什么大事 老师也没有太多办法 只能批评教育一番 屈婉婉心里更觉得憋屈了 回家找我妈诉苦 我回到家的时候 就听到客厅里 我妈冷冷的声音 为什么大家只针对 你不针对别人 你看你对你姐姐做的那些事情 你对别人能好吗 婉婉 做人要善良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多熟悉的话 上一世 我被人按在厕所逼我喝尿 被人撕烂了衣服 逼着跪在地上学狗叫 被人抓着头发往石头上撞 断了两颗牙齿 磕得满嘴是写实 我回来求助 他也是这么说的 哦不 还有更难听的话 说我下贱 说我活该 论我怎么不一头撞死 即便是我知道 这多少有系统的功劳 但是老师的放任 父母的责骂 还有那些欺负我的人 全都是凶手 上一世 我曾很多次想到过自杀 但都觉得不甘心 可最后 却死得一场凄惨 看他现在 似乎比我那时还不甘心 也是 毕竟我从来没有得到过 而他是得到后又失去了 怎么会心甘情愿 接受这个结果 不愿意 我就去帮他一把 让他知道 什么叫木已成舟 我看到屈婉婉低着头 手紧紧地攥着 便慢慢走近他 滚 谁让你看我笑话了 屈婉婉看向我的眼神中 充满敌意 你等着 早晚有一天 早晚有一天我会像你一样 被所有人讨厌 好让你赚足积分 让你夺了我的一切 我云淡风轻地说出这些话 屈婉婉却像听得了 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双眼瞪大 半上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你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从一进屈家的家门就知道 这么长时间 不过是一直陪你演戏罢了 我冷哼一声 现在你被系统反噬 还有几天能活 你个贱人 屈婉婉终于有了表情 早知道 我就不应该让你被屈家找回来 就应该让你死在街头 我能回去家 果然是他在背后推动的 只可惜啊 你没有提前预知的能力 屈琳雅 你别得意 屈婉婉面露凶相 我就算死 也要拉着你一起 他说完 竟然猛然拿起桌子上的水果刀 朝我直直地刺了过来 啊 我尖叫一声的同时 避开要害 故意让水果刀 贴着我胳膊上的皮肤滑了过去 爸妈纹身赶过来 就看到我捂着胳膊 而屈婉婉举着水果刀 根本就没有放过我的意思 我爸见状 挤不冲过来 一把夺过刀子 把屈婉婉推到了地上 你给我滚出这家 我只当没养过你这么个人 我爸妈气急 带着我就去了医院 确定没有大爱后 他叹了口气 刚要安慰我两句 就接到一个噩耗 家里失火了 火很快被扑灭 但是屈婉婉 却被烧成了重伤 流着一口气 在医院半死不活地挣扎着 全身皮肤80%大面积烧伤 各种感染接踵而来 他在医院痛苦地挺了四天后 咽了气 十一 对于屈婉婉的死 我父母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悲伤 反而对我更好了 爸妈有你就足够了 可是我并不想兴趣 我笑着看着父母 其实当年 我并不是无意中丢失的 而是被你们遗弃的 不是吗 你 我妈微微诧异 随即黯然神伤 因为我先天心脏不好 治好的概率极低 你们不愿意为我花钱 就一气了我 我突然笑了 可我现在好了 是我养父砸锅卖铁 带我走遍各个大医院 最后被一个基金会资助 才顺利完成了手术 后来你们有了钱 自己生不出来 就去孤儿院领养了屈婉婉 可你们宁愿去领养一个 也从没想过找一找我 看看我是不是还活着 你们说 我为什么要兴趣 我看着病床上屈婉婉的尸体 轻笑一声 果然系统消失了 宿主也跟着消失了 然后转头看向父母 真遗憾 怎么就没把你们一块带走呢 不过没关系 我重生回来 本来也不只是找屈婉婉一个人复仇的 我还要讨债 12 拿到清华录取通知书的那天 我爸妈出了车祸 当场被撞身亡 不是我干的 是被屈婉婉摆了一道 做完捞出来的黄毛 我拥有那么美好的未来 怎么会去犯傻 我只是在网上发了一些 我的同学们霸凌屈婉婉的视频 让他们没有书读 找不到工作而已 好巧 都是上辈子霸凌过我的人 一切都只是因果报应